大家好,我是利命馆孔子学院的汉语老师谭坤明,欢迎收看这期的短视频。 自古以来,动物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,人们时常把某些品质或特性与某些动物联系起来,给动物赋予某种象征意义。 动物的象征意义会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,也就是说,不同民族眼中的动物也是不一样的。 各国语言中的成语和俗语最能体现这一点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文化中各种动物的象征意义。 动物的象征意义大致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情况。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文化中形象比较积极的动物。 首先是马,中国人很喜欢马,因为马是进取,卓越的象征。 如果你去中国人的家里做客,可能会发现家里挂着一幅马的画像。 汉语中的千里马比喻得才兼备,大有作为的人。 汉语里还有很多跟马有关的,带有积极意义的成语,例如马到成功,一马当先,龙马精神等等。 然后是牛,牛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吃苦耐劳。 比如鲁迅先生曾说过, 能为冷对千夫指,扶手甘为如子牛。 意思是对待敌人绝不屈服,为人民大众甘愿服务。 这里的如子牛,指的就是任劳任怨,无私奉献的人。 带有积极象征意义的动物还有很多,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么多。 接着来看中国文化中形象比较消极的动物。 今年是鼠年,我们先来聊聊鼠。 虽然鼠是十二生肖中的第一位,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常常是负面的。 中国人会把目光短显,没有远见,形容成鼠目寸光。 把神情鬼鬼祟祟,形容成贼眉鼠眼。 把人人都讨厌的人,形容成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 可见鼠在中国文化里,确实形象不佳啊。 然后是狗。 狗在传统文化里的象征意义大多是消极的。 很多带有狗的成语或俗语都含有贬义。 比如狗障人士,比喻坏人依附某种势力欺负别人。 狗眼看人低,形容一个人高傲自大,看不起人。 狗咬吕洞兵,形容一个人不能分辨好坏。 不过现在人们给狗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积极意义。 比如忠诚。 现在的网络流行语里,网友们常常以狗来自嘲。 比如单身的人会说自己是单身狗。 而且狗是现在的中国网民最喜欢用的表情包之一。 狗的形象似乎不那么消极了。 最后说说猪。 猪在中国文化中常常代表懒惰、蠢笨。 所以,你是猪,绝对是一句骂人的话。 有趣的是,汉语的猪和日语的inoshishi是不一样的。 汉语的猪相当于日语的butta。 和日本不同,中国人过猪年的时候,用的生肖形象其实是肥嘟嘟的家猪。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的猪也可以象征财富,有福气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。 大家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,可以注意汉语中的一些带有动物的成语和俗语。 你会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眼中的动物还有很多有趣的差别。 另外,从四月开始,我负责初级和高级的汉语沙龙。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汉语哦。 我们下周见,马上没。